Hello,大家好! 你们都认识这些交通工具吗?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五种常见的交通工具 Let's get started! 飞机 飞机有一双机翼,可以在天空上飞行 飞机的用途很广泛,主要是运输人员和货物 飞机的速度通常在800到900多公里每小时 摩托车 摩托车是一种双轮或三轮的机动车辆 摩托车的设计差异很大 来满足出行、运输和比赛等需求 摩托车的速度能和汽车一样快 汽车 汽车通常有四个轮子 主要在公路上行驶,用来载人或搬运货物 根据燃料分类,汽车可分为汽油车 柴油车、电动车和油电混合车等 大多数的汽车 大多数的汽车有五个座位 两个在前面,三个在后面 校车属于公交车的一种 是黄色的,由学校或校区管理 校车通常用于接送学生往返家和学校或活动地点 当校车闪灯停靠,让学生上下车的时候 来往的车辆必须停下来,确保学生的安全 自行车 自行车通常有两个轮子 但也有三个轮子或一个轮子的自行车 自行车不需要汽油和电 是一种环保的交通工具 自行车在平地上的速度 大约是15到20公里每小时 来看看大家记得多少吧 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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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 自行车 校车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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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车 摩托车 全部答对了 你真棒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在骑自行车 你在做什么 我在开汽车 我在开汽车 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